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戒不能乱戴 很多人戴戒指往往都没有考虑戒指的寓意 就随便将戒指戴在手上了 其实戒指是不能够乱戴的 尤其是结婚了之后 婚戒通常都会戴在我们的左手无名指上 这往往也代表承诺和誓言 以及两个人的爱情见证 所以婚戒是不能乱戴的 否则会直接影响情侣的感情出现问题 二 戒指适合戴在左手上 其实戴戒指也有一定的风水讲究 戒指是绝对不可以随便乱戴在手上的 而通常戒指戴在左手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如果戴在右手上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运气 因为戒指是并不适合戴在右手上的 有时甚至还会导致我们的工作出现一系列的状况 三 结婚了就不可以随意戴伪戒 很多未婚的年轻人可能都比较喜欢佩戴伪戒 伪戒除了是一种单身的象征之外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规避小人 但是在我们结婚了之后就不可以随意地佩戴伪戒了 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对我们的婚姻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也会导致两个人频繁地发生争吵 四 戴错戒指容易破财 每个手指都有不同的寓意 所以在佩戴戒指的时候千万不要戴错 不然一旦戴错了戒指 就很容易出现破财的现象发生 有的时候还容易导致我们阴差阳错弄丢了工作 所以在戴戒指的时候一定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 这样才可以规避这样的现象发生 五 手上不能戴太多戒指 很多人很喜欢在自己的手上戴很多戒指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其实手上也是不能够佩戴太多的戒指 手上佩戴太多的戒指不仅不美观 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总体运势 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陷入混沌之中 所以佩戴戒指也是非常讲迹的一件事情 二 佩戴翡翠手镯的禁忌有哪些 一 翡翠手镯千万不要装进 虽然说翡翠有漠视硬度很高 耐磨性较大的特点 但是同时翡翠也存在着翠性度很大的弱点 翡翠其实很娇嫩 碰不起 一经碰撞表层内的分子结构 就有可能会受到破坏 甚至会产生暗裂纹 这时就需要及时进行抹除 不要让它对翡翠手镯产生损伤 二 翡翠手镯不要长期曝闪 高温会使物体发生膨胀 翡翠手镯也不例外 大家千万不要让翡翠手镯在阳光下曝闪 强烈的太阳光会使翡翠分子体积增大 使玉智产生改变 甚至会影响到玉的质地 当然除了强烈的太阳光外 高温的热水也是需要避免 尤其是突然受到高温热气的冲击 三 翡翠手镯要尽量减少汗液的侵蚀 人体内的汗液含有盐分 预会发型脂肪酸及尿素等等 会慢慢地侵蚀翡翠的外层使其受损 从而使翡翠的光度和光泽 遭受严重的破坏 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 会让原来晶莹透亮的翡翠色相 变得暗淡无光泽 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季节 一些佩戴贴近肌肤的首饰 也需要常常擦拭干净 以便减少汗液对翡翠的侵蚀 四 翡翠手镯要远离化学剂 不管是什么材质的首饰 远离化学用品都是非常重要的 化学用品会给首饰带来损伤 同样翡翠手镯也不能避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活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化学用品 像化妆品 香水 美发剂洗洁剂 肥皂 沙虫剂等等 大家在佩戴时要注意如若不小心沾上 应及时抹除 不要让它对翡翠手镯产生损伤 五 翡翠手镯要避免污染 对翡翠手镯来说保持清洁非常重要 尤其是一些含有酸性或者碱性的物质 会污染翡翠手镯的表层 大家在佩戴后需要用柔软的容部进行清洗擦拭 也可以用清水或者温水来清洗 可以将翡翠手镯浸在水中大约半个小时 然后用小刷子轻轻擦洗翡翠 再用柔软的容部擦干水分即可 三 佩戴项链的禁忌有哪些 一 不能与别人换项链 不少姐妹间会换衣服穿 换手时代 但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算别人觉得你的项链好看 想时代一下 你也要学会拒绝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好看 对方也愿意交换 那你俩再带对方项链前要持戒 之后才能换着佩戴 不然会影响两个人的命格 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二 不要佩戴太娇艳的项链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太过娇艳的项链给人的感觉总是有点刺眼 除非是上台表演节目 需要艳丽的妆容和首饰 在灯光照射下 才能突出外 在日常生活中 在选择项链的时候 可以低调点 低调二奢华的项链 能承托出高雅的气质 而不是土豪的感觉 三 纯金项链不适合未婚女孩 一般戴着粗精链子的人 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妈 凸显贵气 或者是男性土豪们喜欢挂根粗链子在脖子上 但是这样的项链非常不适合年轻女孩 懂得搭配的人都知道 项链是一身搭配的点缀之物 不易太大 太过耀眼 目的是凸显人整体的气质 让这个人看上去更有魅力 如果项链太突出 那么周围人的眼光就会聚集在项链上 而不是你这个人身上 另外 纯金项链阳气很重 对未婚年轻女性来说 会阻碍自己的爱情之路 导致周围的男生觉得你身上缺少阴柔之美 四 佩戴耳环的禁忌有哪些 一 打耳洞的时间 想要美美的戴上耳环 就要经历打耳洞这一艰巨的环节 当然也不排除有磁铁式的耳环 但主流还是以穿动为主 在打耳洞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一个没有与自己生效相中的日子 否则打了耳洞后 会遭遇倒霉的事情 或者运势下降 另外 第一次戴耳环的日子 也要挑比较好的日子 之后的佩戴则随意即可 二 怀孕者可不可以戴 众所周知 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非常多 这不行那也不行 关于戴耳环这事 则没有太多的限制 一般只要不碍事就能被允许 但是有些生效或者命力不适合佩戴耳环 那么在怀孕期间 这些躺枪的女性同样不宜佩戴 三 睡觉时能不能戴 不少人对睡觉时戴不戴耳环感到疑惑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佩戴耳环一般处于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漂亮 二是命力的不足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大佬建议晚上睡觉时最好就是摘下来 这样能让人睡觉更安稳舒适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大佬建议带着睡觉比较好 四 命理五行的遗迹 适不适合佩戴耳环 则要根据命理的五行来考虑 每个人的命理都不同 在耳环材质的选择上有所讲究 假如一个人命理中五行寄火 则不宜选择琉璃或者塑料材质的耳环 命理中五行寄金 那么金属材质包括金 银 铜等都不宜戴 五行寄图者不宜佩戴玉质的耳环 至于五行寄木 要避开的则是木材质 五 生效的遗迹 除了看命理五行来考虑之外 佩戴耳环还要考虑生效属相 大部分生效佩戴耳环都没有问题 只要考虑材质选择就好 但是生效马 生效羊和生效牛三位朋友 大佬不建议你们佩戴耳环 因为佩戴上耳环之后 反而会成为运食的绊脚石 不仅影响事业 爱情 甚至是健康方面 以上点名的生效 如果戴上耳环会运食欠佳 直接摘除就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